哈喽大家好,我是潘老师,欢迎收看本期大树观角,来关这把电脑的野人,当野人被削弱之后,对吧,才能看得出谁才是真爱啊,他又打到了S1的野人啊,这把的话,搬了一个机械,然后野人顶的是前锋的位置,打掉客家,第一波不是很舒服啊,第一个点位是这边的佣兵,带的是一个闪现,抓佣兵, 那野人来就真的抓了佣兵,其实也不是特别的舒服,屁股够且,然后呢,他如果说留有多余的道具,他还能二六,吃一刀往前一拉也行吧,那就看这边怎么来抓了,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挨了一刀了,我感觉可能要换吗,再换,看到前面密码机在抖动,往前过去换,再换的话,先知这边等于说, 修了60%再开始前置,而且自己有鸟,夹了一下还不错,这边的话是偷袭夹了一下,夹到了,挺好的,这样夹到一下的话呢,压力就比较大了,这边再捕,往里走,夹,漂亮,哎,这个雕像有一说一夹得很舒服,闪现过来,鸟顶上了,骗了一手,这边先知是预判了闪现,有一说一这把雕刻夹起打得真的不错,打一刀, 呃,但这里闪过来,是不是闪早了一点点啊,他如果说等到鸟结束再闪的话,应该是一个稳定机的,这个闪现稍微的早了,大概两三秒钟吧, 那这里还得要破板或者抽刀,找角度,想要绕一圈以后强行过板,没能成功被先知这边牵制起来的话,有点亏的,野人这边来看一下镜头,来了来了,这个男人他来了,这就很麻烦了,这就很麻烦了,这一波的话,其实雕刻夹前面打得都很好,闪现已经交了,这先知可以穿大洞啊, 真可以穿,这波大洞可以穿的,不穿,不穿的话,野人这边顶着,就保就保,硬扛,他而且不撞,大家发现没有,他而且不撞,我就帮忙扛刀,然后干扰你挂人,雕刻夹这边到二阶了,雕像一波推,没能,因为这边的话,他要躲雕像,躲完雕像以后这边人已经牵起来,所以没时间再补,先知有没有三摇,有三摇, 这把可能挂不上,有三摇可能挂不上,没三摇的话应该能挂上的,因为这距离不是特别远,拖是拖了一会儿,但我觉得因为先知,先知当时如果穿鸟的话,这雕刻夹是交掉闪现,他是没有办法直接过去,主要我们也没有看到这个洞有多远啊,可能这个洞没有太远嘛,应该先知有自己的一个考量,这边的话打一刀就下来行,这边的话能够卡半不吃双岛就下来就行,但是这边雕刻夹,我觉得这个雕刻夹反身过去打野人了, 这个野人得处理掉,你不处理这个野人,野人待会儿CD好了,其中他就来处理你了,反场投一手,对吧,这个时候赶紧把这野人给处理了,对,你不处理他,他来处理你啊,这波其实第一时间可以放一放这个先知,先把这野人给秒了会更好,还行,野人这边的话好像也没有打算,因为你人已经牵起来了,我这边再来,已经没什么太大意义了, 那就是让佣兵救一波人,然后野人这边密码机点掉以后,最后他再去打一波架,应该这样的一个安排吧,这边坟场一头,来行,能给到野人,能不能躲掉,好像躲开了,躲开的话,这里密码机即私修最后一台,然后我们看一下这边先知的遗产有没有补掉,先知遗产有没有补掉,那也就是还差一台新机,还差一台新机,确实需要这边野人来帮忙了, 哎,这波打了一个双岛,救下来,一刀打上,那这边往野人这个方向跑,接个大洞,骑猪,密码机就交给祭司了,这里的话,野人直接上猪是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,如果不上猪,这坟场一头的野人人没了,保着吧,佣兵这个时候其实可以过去帮忙去点一下野人的密码机,能点多少点多少的,闪现钱,哎,这边, 声音骗你手,呃,挂飞的,点,但是刚才没能摇下来,这波应该也摇不下来,刚才没能摇下来,应该这波也摇不下来,这样的话挂飞以后这里密码机最后一台,佣兵这边应该是祭司摸起来的,两个人拉开,那还行吧,三人开门战还有在打,这把的话两边其实发挥都挺出色的, 佣兵这边可能要没,因为这边没刀具了,一波两连,掉相,崇高河,没河上,没河上,佣兵拉走,野人这边保,佣兵祭司点,野人这边给压力了,就不要,最好不要有一个上挂的人,有一个上挂的人,野人这边救不了人,他还得跟祭司换位置,这样的话就比较难受,看野人,硬保了, 但是这个位置能坐吗,顶,顶下来,能坐 哎,有这种老野人在身边,确实很安心啊,他自保能力强,然后还得去保队友,这边是应该是一个坟场,砸了一手这个祭司,这边,雕向推,祭司,密码机差了没多少,雕方家这边底牌已经切过了,所以说也不可能切失常,外面的话最好补一波状态,强行来打灾,密码机, 呃,祭司的话,这里手上有三个洞,其实祭司可以拉开的,利用一个洞,他可以交掉两个洞,留一个洞就在手上就可以了,佣兵这边状态补起来,野人这边状态也补起来,这样的话呢,待会儿可以坐来救人 一刀抽,砸个头,翻个板子,手上面只有两个雕像,可能暂时秒不掉,一时半会儿可能秒不掉,这波雕像没打到,没打到,祭司往前打一个洞,可以进医院了,一个洞直接打,好的,很舒服啊,手上还有两个洞,追到佣兵,那佣兵 这边,不要冲,这个时候呢,从上级来看,不要冲向密码机方向,拉开就跟你慢慢打,甚至这边,对吧,还可以翻翻箱子,你要来追我没关系,我倒也可以,但是我就不往你那个,密码机那边去,对吧,我只要不要往这边遗产机去就行了 再往野人这个方向过来,野人这边的话,提珠宝一手,祭司其实是,哎,拉大洞的话没人接了,这个洞,这个洞没人接,祭司得跑回去 这头再次给到野人 得,我又给顶下来了,这时间点把握的真好 祭司,祭司重修了一台 哎呀,这重修一台的话,可能要倒到遗产机 那待会儿,砸个头 可以看得出来,这个雕刻家比较喜欢就是投铁过板 所以的,板子,刚想说这块板子不要下 因为你反正要倒地的,对吧,这块板子留着给队友用可以更好一点 这边,这块板子下了,除非就野人这边能够将密码机直接点起来 好像确实可以,传送了,传送了,这边拉开 野人骑猪,哇,又骑上,那再拖,祭司这边的话修的差不多了 这一手外面重补,虽然说刚才感觉如果祭司直接去补这个小房呢 可能密码机就可以点亮了 但是从后面角度来看,万一这个雕刻家控场 重新修一台也行,这样两台都压好的话 也不失为一个好选择吧 这里野人拖,慢慢拖着,这边往里面走 吃一个实体刀,吃一个实体刀 点亮,野人有加速,往前绕 但这边的交互点的板子都已经用得差不多了,扭掉 傭兵,跳下来,祭司点门 这把的话,追野人不好说啊 野人的一个技能CD马上好了 他往里面一翻,这样的话雕刻加翻 给人跑个地窖吧,那对于雕刻家来讲也是不太合适的 本期视频到这边就是我给大家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